好 下一套了 下一套就是這個輕小說改編了 應該也是 是是是 就是這個龍養777賣場的寶藏 是 那這套東西 好 這麼貴這套東西 這幾套輕小說改編其實這套不差的 他的題材也挺有趣的 我沒有看過輕小說 題材講尋寶 講尋寶這套東西我覺得挺有趣的 他最重要的 動畫是可以看到的 他很厲害 把很多作品放進去 學員都市 人工島 多拉麥夢寶藏 你總是找到其他作品影子裡面 不是 他應該拿了那些元素在裡面 你不能說有他影子 如果有他影子 整個風格都是走這件事 劇情你一件事 我可以說他有一些元素裡面 如果你說多拉麥夢 你只是說他有一些很神奇的寶藏 但你不會看到男主角阿松匯跟他說 多拉七七七 你不是應該說七個龍珠 人工島的 學員都市的 魔法禁書 你不是應該這樣 地綁靈的有誰 自彈 很多東西都很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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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說的 故事就說了 男主角去到這個 終於在這個家裡解放了出來 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不喜歡住Hostle 小說有題的 動物刪掉了 我覺得沒所謂 從小時候如果在家裡比較嚴 其實很多小孩都渴望自由 不用被家裡管 他就入住了一個叫幸福莊的地方 就是騙案來的 然後跟著就 不是這個人工島嶺 發覺到他住的房間那裡 有些女鬼憂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站在那裡 不是呀 寫監就跟他說的 附中一些東西 但沒有說過 有說過有電視機 但很聰明地 他收一年租金 但一定任何情況都不會退 真是奸商 給你幸福 這就是online game 小孩給他錢 然後伯父投訴不肯退錢 不是呀 那當然應該先看貨線 你去到那個 原來什麼都沒有 水電煤什麼都沒有 又爛的時候 就給你租金 你要明白 從來 是從來 所有的 所有的這些 住在那些什麼什麼的 的橋段裏面 主角都是不會看座房 搞錯 驗貨都要 是嗎 你看一下和合裝有沒有 沒有 我覺得很合理 學生是不會看樓 沒有關係 我只是告訴你 這個是一般 所有幾乎任何的動畫 都是這樣的 甚至是給了錢 所以 所以不是說 男主角沒有這個危機意識 補回補回了 他相信世界是美好的 不會有人特地欺騙他 動畫剪了 其實算是有提的 主角是看完那些相簿 那些相簿 然後發覺這個障礙 動畫也有看照片 有嗎 有說過 所以有看過照片 價格OK的 漂亮的 這樣才會去 神經病的 他沒有騙你 那個價格的確是OK的 不過多了些東西在那裡 那些東西是相機拍不到出來的 沒有 等於長實那個 那樓盤永遠都是 不是的 所以不是說更加看照片 是不真實的 你應該一定要去親身延樓 既然你都已經去過那個地方 為什麼你不走多兩步去看一看房間呢 可能是坦的 唉 證明男主角有多笨 故事裡面就是 他住的那間房間就是 女主角 就是777 波音777 新前住的地方 新前住的地方 這部電影 故事裡面就說 最後男主角當然妥協了 他也沒得走 但錢落散了 他已經上了拆船 也是一種妥協 被迫妥協的意思 OKOK 故事其實呢 跟著就說 就是那本這樣的 在他去廁所的時候 會有一本 筆記 不是去廁所 是去廁所蹲到某個時間 不是蹲到某個時間 其實不需要蹲到某個時間 一定要在那個時間 要知道那個時間 就會有一本寶寺出來 總之這麼巧 總之沒有人發現 其實呢 當然這麼巧 是主角的專利 這件事 他會有快精神 幽靈不會去廁所 一地住下 真的人 要排斥你去廁所 其實這件事 他什麼時候出來 其實七七七不用問他 為什麼要霸佔廁所這麼久 那些問題 不是很奇怪嗎 你霸佔廁所這麼久 幹什麼 你也不用 他霸了兩個小時 你霸佔廁所不在寶丁給他吃 這個又可能對 有機會對 其實是 故事到不知道 其實就是要跟他說 就說七七七的一切 身前濡了很多 他都要不同的寶藏 要你身平 你可以說 住房間的人 冒險報的人 就會找你 當然 當然 他有個冒險報的人 就是這個 埔長 之前其實發生了一件事 之前就是 偵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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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先撿到一顆石 應該說什麼呢 發生一件事件 有個怪盜集團 偷東西 做了一些東西 但不知道做什麼 他偷了一件777 collection的其中一機 然後被男主角撿毀了 男主角的特殊技能就是天運 騰運點門 他應該是槍兵 騰運點門 跳進 另外一位角色 一級天賽 一級天賽的名字 某個意義上來說都是槍兵 他惹了他的天賽回來 還不是衣 其實那部是自稱偵探 自稱偵探和名偵探 死了 都是自稱人 要死人自稱 不行 他沒有死過人 名偵探就用不到 所以你看到他很小顆 縮了水 故事中間那裡有些搞笑 還有女僕是男 最重要是 是花宅是男 他有講過嗎 他有啊 他揭開他條文之後 不用揭了 是硬到 講完給他聽 他是藍來的 是硬到 接著就寬起他 他講完給你聽 他是藝良來的 然後還一顆石給他 不是 我都覺得 其實這裏有點奇怪 他為什麼要還一顆石給一個你不認識的人 主角其實是很有智慧的 出了什麼事 有眼給大家見到 廖異人帝報 不是 寬哥的粉絲那種 那 偵探很正義的 先說給警察 然後被駕捉了一陣子 說你偷的 扛手勢 然後還要說這傢伙不斷自稱名偵探 不知道有對什麼 名偵探 不坦白說自己不是犯人 然後Yamisho已經捉了他 然後他又可以上學 他沒有講到中途發生什麼事 很明顯背後有些有誠的人 包庇他 你劇理上有問題 你也要講一講 對 你會不會說 要不就在電視上 那個犯人不知為何走得走 這樣也算 然後跟著 其實 故事裏面說到 冒險部找他們 已經是去到 學長和另一位 不知道 其實已經預言了 又是呂伯 他不是呂伯 他已經找了男主角的缺點出來 你明白嗎 男主角的缺點就是眼鏡 呂伯 都知道 兩集閻都知道 就是要勾引立在幾個方面 然後問他進不進探險部 無險部 然後其實其實 基本上是一後答應 他沒有答應到 所以才被人打 但他無險部的會長 有要求就是 我可不可以參觀你家 這段橋段應該是先做的 之後才肯答應他參加這個 無險部 當然 其實 要說的就是 777 他死的監獄已經是被人插死 是被人在背後插死 但是他被人在背後插死 但是他被人在背後插死 他就知道 空手的後腦 有個龍蚊 沒有 你無疑 他插死 那一刻 他還沒死 然後他 憤力地回身 然後他插走 然後他就馬上發現 他背後是有一個龍蚊的記號 會不會是這樣 你只可以這樣說 如果要插死 難道那個幽靈出來說 我看到了 有個龍蚊 可能我真的不明白 想我做什麼 有寶藏 都會插死 這個靈魂就走出來 所以看到 那些人為情未了 他知道 可能他知道 人家是全樣的 他不說了 那背後是那個龍蚊 當然 在被捕期間 777 他說的 他只會提供最基本的線索 他就不會告訴你 寶藏在哪裏 不是 因為他自己生前 也是一個冒險家 他去到世界各地 這麼多地方 去找這個 他就 深知到尋寶這件事 樂趣就是 不告訴你 你自己去冒險 這個叫Grate 7 他是Grate 7的領袖 還有六個人 是跟他一起拍檔 去找這麼多秘寶 其實一個人已經知道 就是幸福莊裏面那些人 騙主角那些人 好嗎 高級 聰明 這是老江湖 老江湖 故事裏面 叫做 日報試煉 應該就是 跟你說這套動畫 的流程 會怎樣 尋寶的流程 總之 首先要找到 寶藏物的房間 通過裡面的機關 怎樣破解這個暗城 寶藏物的保密 但是那家學校也挺有趣的 設計成這樣 小水有解釋 那家學校 有幫我動畫咳了 為什麼要這個 那叫做試煉 那次找這個寶藏物 其實是 顯示每個人的崗位 不是 顯示每個人的路網程度 男主角的把我明明是蠢 蠢 一味死衝 完全不理陷阱 靠次數的經驗 去逐次逐次 去有個進步 即是A這個會跌下去 不是 你們以前沒有玩過 初代那個Pokemon 那個死人隱形路 那個塔 沒有玩過 但是 金銀版 其實這個叫做尋寶 我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 777和主角是同一類人 如果以第一集裏面 我們看到的畫面去看 其實是 都是行動力點爆那種人 要後面撿手 但是如果 根據男主角 在學校就沒事 如果你真的去到藏寶地方 每一個都是死亡陷阱 他不知道要死幾十次 Roxley找一個 一級天災護著他 那當然 一級天災 就是名偵探的任務 固然就是解 解謎 當然 那個女僕的就是 賣蒙 不是 那個女僕就是 鱷角 還不是賣蒙 欸 他又死了 沒有沒有 這次沒有人死 他已經在你起床了 鱷角也是不會死的 不是 鱷角不會死的 但是 他在場不會有任何人 當鱷角是人 你明白 有些時候 危險程度要看機關怎麼中毒 跑去的時候 鱷角是 衰仔樂園的港版 完成了這個之後 他們正式去找 真正埋藏在這個島裏的寶藏 他又沒有說得很明白 有些什麼 或者是有幾件 很多都還沒有交代 當然 七七七姐會說 就是 很高的地方 可能他每一集 就透露到情報 我記得有件事是這樣的 他只會給你一個謎題 這個謎題就是 這個謎題就是 藏保署的 顯示 然後 然後 我估計有套路 當然 你看到 他尋保的案件 然後 看到一個蜘蛛形的陷阱 在另一個 叫做 四百 不知幾多尺以上 四百米 Sky四百 類似的地方 那裏 就尋保 經過這次冒險 我 假設了一個 設定 我假設了一個 原因出來 七七七是怎樣死 這麼快 我相信這個應該是 整個主線 應該是 最後那幾集才會說的 我很肯定 就是只有 如果這個人 無仇無怨的話 根據他弄的機關來說 只有兩種人 會找他尋仇 第一 找他 找他 留下的寶物記人 而中途被陷阱殺死 甚至僥倖生存者 回來找他 第二 總人就是 無仇 家屬 我覺得 如果這樣的話 七七七說 其實我又不是很介意 誰殺死我 你當然不能介意 你弄死人家屬 那 如果經過這個推理來說 我覺得 很合理 因為 還有說 你僭建的人 找你黑材料 不是這些傳統的偵探劇 動機 很合理 傳統的偵探劇 我就是承建商 我女兒 當年被你弄死這個工人 他簡直是承建商本人 他簡直是 那沒有 他都說遺跡會有生命危險 我告訴你 立生命危險 那你死了會無緣 我覺得是 冤有頭債有主 這些事情 你整個控制人出來 害死了人的話 你還要明白 就是說 他說 777說 冒險是說得很正義很歡樂 就說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遊戲 但這個遊戲是會死人的 那麼 SAO都是遊戲 都會死人 沒事的 那又是另一個茅牆 你明白 SAO是你不知道 人家真的要拔你進去遊戲 但這個遺跡 你可以選擇你不去的 你不去 沒有人逼你去的 這個是自己的決定 你為了保障 你奉上這個風險的話 其實你應該負責的 即是你看到 媒英裏面777都是這樣 冒上生命去去找寶藏 那沒有東西的 那你有夠能力就拿 沒所謂的 他說沒有人不讓你拿 他不是收藏給自己用 是不是 沒有的 都可以找人報仇的 其實有些直覺 那個殺死717那個 跟男主角應該有些親屬的關係 雷宇 不知道 這是我的直覺 什麼獻金王非人的年 我沒有任何根據 只不過是直覺 不要緊 這些想法常規有的 這集裏面也是顯示 剛才我們所說的 崗位的問題 其實是 一級天主就是負責 這個 用腦 男主角就是負責 這個 死衝 死士 簡單來說他是一個 然後 部長就是站 還有 他真的站 他全場只有一個 站字 最後就說 保密就由你拿 大眼鏡 有眼反反光 大家知道 當然反光人是奸 真的 大眼鏡 當然 當部長拿到那支帳 之後 他就馬上反 說 這就是我一直想找的被捕 然後 把一級天災和男主角 把他丟在寶物房裡 他就走了 他就自己走了 他好像說 要跟他出 不知道從什麼家裡 好路暫時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 應該很簡單 就是 找寶藏同時 有些第三方組織 可能是江士委介入 會有這樣的情況 然後回去 其實 如果以Diablo 3 或者Diablo 2 來講的話 777 777就是一個海因 他就是負責給你 還有 當你拿到一件魔法 保密的時候 回去鑑定 我以為你說革命機 他是一個革命機 不然你回到 知象有什麼功能 知象的功能就是 這樣 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用 海因永遠是留在房間裡 自從救了他之後 他留在村裡 他永遠不會動的 基本上是鑑定 報到報仇 他就是一個典型的海因 你會回來找他 總要找他 哇 真的看不出來 厲害 這套東西真的 包羅漫有什麼 暫時我不敢說他好看 因為故事應該叫做什麼 我感覺其實主線 還未正式開始 現在只要告訴你 整套作品的套路 究竟是怎樣 要看幾集才知道 但是暫時未至於雷 當然 最雷的就是 究竟他的死因是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第一季不會說 應該 這些有這麼長 他有點像第六集 那麼多 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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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件秘寶 其實我找到一件秘寶 可以把靈魂實體化 然後他就可以出房間 龍珠又翻山 全部都可以 他講什麼都可以 這套東西裏面 所以空間是很大的 不過 不要太 就是因為太大 不要太著重秘寶 我覺得其實 你當一件 不是希望他集中一點 說一件事 因為現在暫時 如果你這樣 叫做過了三集 我不知道他一季有多少集 應該 可能 你頂盡不是十三 我不知道他一季還是兩季 我四分之一 如果還未去到主題 其實我有點擔心 你說你純粹為了找秘寶的話 是有點紮實的 不然你還要知道秘寶不知道有多少件 九十幾件 七八七件 七七collection 不知道講到什麼時候 這套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